晚上8点多 开州交警直属二大队三中队民警 在查处违法行为时 查获了一名酒驾人员 而对方并非普通的驾驶员 驾驶员侯某的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 每百毫升21毫克 确认酒后驾驶人 据他自己说 当天凌晨1点左右喝了6瓶啤酒 你作为代价 你是为了别人喝了酒 不开车你们才有这个代价的职业 你违反了自己的职业的本质 对自己不负责 对客人也不负责